在这62年,大家了解我党也经历过种种的挑战,危机,也有几次的党争。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转变,从一个复利机构成为一个政党。 当时我党前辈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结设,在争取国家的独立,争取公民权,独立了过后,我们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结设, 在维持整个国家的政治的稳定,各民族的和谐,人民过一个安宁的生活, 国家能够继续地发展。 这一些呢,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没有人可谋杀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靠党前辈,党的历史所做出的努力, 来继续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过期已经成为历史了。 甚至今天我们要接受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很多人都不能够对党前辈所做出的努力, 引起共鸣。 他们认为以前就是过期了, 他们比较重视的就是目前和未来的。 今天我们也了解到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一向来,国政的政府是通过平衡的政策, 来对待各处群的要求。 今天恐怕这一项任务就越来越艰难。 因为交易水平提高, 人民的要求也提高, 反对党也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也不断地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期望, 对政府的要求。 其实很多人也忘记, 很多人也有时没有注意到的反对党, 不需要兑现他所做出的承诺。 我们只要看308大选明年所做出的承诺, 包括他的大选的先言, 如果我们好好地看, 好好地分析, 我敢说大多数的承诺, 还是没有被理性。 所以这个就是反对党的好处, 他可以讲, 可以提出, 可以做出种种的承诺, 但是不需要兑现。 所以今天马华的领袖, 我们要抱着一个重要的大原则, 就是我们所做的承诺, 我们要去旅行, 我们要讲得到, 做得到, 华社才对我们有信心。 今天308的政治的海啸过后, 整个国家的政治的记事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朝野政党以及领袖可以说不断的那种政治的竞争, 而从308到今天, 可以说到下个礼拜, 我们已经面对了四六场的不险, 这也可以说加剧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的奋斗。 所以今天马华不能够一成不变, 我们要以时并进, 我们才能够有, 可以说呢, 存在的价值。 如果我们还是唱老调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党务, 解决民困, 那么人家说马华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当我们采取高调的认证, 我们不是只是高调的认证, 我们还非常的重视它的成绩。 所以我不敢说我们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一点点的成绩, 这一点没有人可否认的, 在这一短短的几个月。 我们也比较专注来解决大课题。 我也不敢说有大突破, 但是我们都一一的来解决。 好像下个礼拜, 我跟我们的树里总会长跟燕燕, 还有两位副部长将会去会见我们的副首相。 只是针对改制中学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专注, focus来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呢, 应该要解决如果我们要面对来解的大课。 我们也要朝向一个多元种族的路线。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 我们要以时并进, 我们不能够一成不变。 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基层的领袖, 也同样的响应中央的高调问证。 在新的一年, 今天我们可以说,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庆祝新年是一个月,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农历新年。 这个土年, 我们期望什么? 我们期望说马华会越来越团结, 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强大。 我们要做到人家认为, 今天的马华比昨天好。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表现, 使到同志们跟华裔同胞认为, 而对我们有信心说, 马华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才有希望, 人家才会给我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 讲来讲去, 都是党内的团结。 我们也期望看到母体马华, 马卿跟妇女组, 不分彼此的工作。 我们要一个有效的工作的队伍, 尤其在面对大选, 我们是矛头对外。 所以很多人说来越的大选, 是国阵的可以说, Do or Die, 就是, Do or Die, 怎样讲? 生死的一场战争, 没有呢, 我们去荷兰, 讲的简单。 讲的简单。 所以这个就是, Do or Die Better。 所以这个严禁的考验, 是需要母体马华, 马卿跟妇女组, 一个队伍, 矛头对外。 如果我们党内不能够团结, 那么我们很难在党外, 争取人民的支持。 因为党内的人都不给我们的支持, 那么呢, 我们不应该太天真, 党外的人会给我们的支持。 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 而这党从选过后到今天, 已经仅要十一个月多。 而因为党有一定的团结稳定, 我敢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也处理了种种的课题, 推动种种的党务, 包括最近我们在短短的时间, 可以说一个月内, 我们也筹到一千万, 给一个马华的医药基金。 所以在年尾, 七年的年尾, 由首相来主持这个开幕仪式过后, 最近我们的主理总会长, 达特帅廖宗来也告诉我, 就是短短的一个月, 已经超过一百多位受惠, 我们也不分种族的, 同样的早上, 早上在这个达特帅厌念医生的邀请下, 我也有这个机会来进行一个